高雄中油林源廠 以吸管線泄露 昨天下午在防堵的過程當中 引發了火警 一名工神著傷送醫 廠區內的燃燒塔也冒出了火光 環保局依照違反空污法開發中油 勞工局也勒令了塔槽停工 原方的火光幾乎照亮夜空 從另一個角度看出是燃燒塔冒出火花 讓莫及的民眾及民代很憂心 因為這地點在中油高雄林源廠 燃燒塔的火光出現在六號晚間 主要是為了排空外泄的以吸 因為當天下午一點多 廠區內的以吸管線氣體外露 一名外包廠商員工進行客漏作業時 產生火花 引發火警也被灼傷 當時因外泄氣體極度易燃 廠區為了安全及排空氣體 才能維修 只能將以吸排放 去燃燒塔 圈廠火警造成外包廠商員工全身百分之十四的燒燙傷 幸好沒有生命危險 環保局表示燃燒塔 因燃燒不完全產生粒狀污染物 將以違反空污法採處十萬到五百萬元 而工人受傷的部分 勞工局則勒令廠區內這座塔槽要停工 中油也因違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相關規定 被除以三萬到三十萬元罰還 記者王庭 陳顯坤 高雄報導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